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水星顺行也是顺行在摩羯嘛 然后会到2月11号离开 所以水星摩羯的专业领域的求知 或者是专业的来的这个能量 还是会持续下去到2月哦 那再来就是1月20号 星期五的时候太阳会进水瓶座 然后才是除夕 那太阳进水瓶 首先祝水瓶星座同学生日快乐 那当然在水瓶能量放大的时候 也是我们的年节活动开跑之时 尾牙啦 春酒啦 或过年的团拜啦 亦或是走亲戚走春 我相信都会是这段时间的 大家忙碌的焦点哦 记得要保护好自己的交通 OK 那再来呢 1月23号下个礼拜二 天王星顺行 天王星顺行当然 首先就是对水瓶座 是很有好处的呀 一来你们过生日 二来守护星顺行 所以你们的新人生开跑 这种感觉会蛮明显的 能量的转折也会让我们全部的人 都有一种解放了的感受啊 一来就是你一定有你想做的事 你也可能会有很担忧 会不会太搞怪的东西 这个时候就觉得理所当然 那再来就是1月27号 再下一个礼拜五 金星就要进双鱼了 所以到了金星进双鱼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开始松懈下来 好好睡觉 好好休息的时候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 在未来两周 第一组是金牛 双子 摩羯跟水瓶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想做什么就去做好不好 因为在未来两周哦 你是很有行动力的 你也非常的有想法 想放飞自我 而且过年嘛 大家都觉得放飞自我理所当然哦 你也会发现你讲的话是很有分量跟power的哦 所以还是要小心讲话 那感情方面呢 既然你很有个性又讲话很犀利 我是觉得稍微要浪漫一点会好一些 否则的话是有点太强势的嫌疑 双子星座的朋友在未来两周呢 应该是人缘人际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都是见到你喜欢见的朋友 你也表现得很得体 虽然很累 但是觉得很值得 那在感情方面呢 其实如果你是双子女的话呢 你的桃花还蛮多的 双子男的话你会遇到美女型的人 机会蛮多的哦 摩羯星座的朋友 最近有出国运哦 是不是要到国外过年呢 还是说你会有啪啪噪的行程 那再来感情方面呢 会跟概念想法跟你不太一样的人 蛮结缘的 你觉得很有趣 水瓶星座的朋友 冲着你的守护心要顺行了 很多事情就开跑了 对你来说这段时间 你想见的人只要你开口 贵人见不完哦 说不定很多新计划就是这样展开的 那么在感情方面 你也要主动积极就对了 最好的这个连结方式 就是先跟他好像定下下一个目标 比如说约好下一次见面啦 有什么事可以一起做啦 这个是最快能够进入状况的感情运哦 好另外一组是 牡羊巨蟹狮子跟天平了 牡羊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事业工作上呢 你会遇到犀利型的人哦 比如说对方很专业啊 或者是讲话很呛辣啦 不输给你哦 而且是你佩服的类型 所以不妨跟他过招一下 我觉得欲强则强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你有点以工作为主 走这个没耐性路线 有时候太自我了 自己要注意一下哦 如果对方有此反应 你就要熟练 这些星座的朋友 最近对未来也是充满愿景的一段时期 尤其在工作上 你蛮有企图心的 这个企图心要记住哦 而且有功成略地的感觉 所以跟过年有关吗 你的产品哦 那这段时间有机会大卖哦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则是要注意了 因为你比较容易要求对方 也要动起来 所以对方如果脚步跟不上你 可能你们之间就会有落差跟距离 世子星座朋友 以工作上来说 最近有点日趋保守 或者是工作差不多结束的 该结束就结束 所以也有点想让自己休息一下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 放松一点吧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世子座同学你比较容易羞怯 你的羞怯跟强势没有中间值 你可以让自己正常一点吗 会比较有魅力 天明星座的朋友 其实以工作上来说 你有二选一的烦恼 或者是调配时间 要怎么平衡的这件事的烦恼哦 所以调配一下 配速会比较好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我们刚讲的二选一的烦恼 就搞不好有了哦 一边是比较白玫瑰 一边是红玫瑰 你要选哪一个呢 第三组呢 是处女天蝎射手跟双鱼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最近有很多事要忙哦 说真的一想到就累 然后一想到就烦 不过没有关系 你一定做得好的 好不好 一个一个来 而且有时候压力那么大 你反而做得出奇的好 其实客观来看是这样子哦 所以不要沮丧哦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压力太大 有时候反而会说出难听话 这个就会导致感情出问题 这是可以克制跟避免的哟 天蝎座的朋友 在这个过年呢 有很多事情变化多端 可能跟你想象中不一样哦 所以我觉得天蝎座 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就不会有太大的失望 这是要提醒你的地方 很多事情平常心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你的不抱期待 你就会有很多的收获 然后付出就是占便宜 记得这件事 尸首星座的朋友 在这个过年期间 你是失去自由的哦 所以对这件事情 你不要想太多 负责任的负责任 该捆绑一下捆绑一下 该尽义务的尽义务 最近就是把自己捐出去就对了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我觉得那个在这种状况下 还懂得体贴你 守候你 等待你的 就是真命天子 双鱼星座的朋友 哇 你现在是很多事情 每一个地方都在抢你啦 或者是想要你帮忙啦 这一类的 如果你照单全收 真的就有点像五马分尸 会把自己搞得蛮辛苦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 这其实也是一种成就感呢 那以感情方面来说呢 你会很欣赏 跟你不同类型的人啦 但是 你也有配合他的困难度 比如说 他的喜好 嗜好 可能跟你完全的不同 或他今天的心情 跟你也属于南辕北辙 所以 要不要跟对方在一起 你可以考虑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